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航空载132人的波音737客机3月21日在广西聚毁 日前海外学者袁洪斌教授披露了飞机失事的真相 是副驾驶张正平自杀式俯冲导致凶难 在俯冲过程中 张正平还说了一句 我下去了 不知是地狱还是天堂 消息披露 东航内部公安找到了张正平的一封遗书 遗书主要有两大内容 一个是张正平控诉东航对其不公 多年来的公分飞行员本应该是驾驶员里最高级别的待遇 却被压制作副驾驶 二是张正平通过亲戚代词投资恒大等金融投资项目 因为中共经济下滑而全部归零 消息披露 维书还提到 由于习近平这个人根本不懂经济 by wide了改革开放的家底 市经济越搞越糟糕 目前这封遗书被黄小红列为最高的保密等级 袁鸿兵教授披露的消息和外界的猜测 基本问候 事件刚刚一曝光 很多专家都认为东航MU5735 在巡航八千多米高度 垂直罪机极其利弃 研判飞行员自杀的可能性很高 拥有40年飞行经验的张正平 是祖师爷级别飞行员 带过的徒弟现在很多都是业界大佬 张正平曾经在最盈利的云南航空公司工作 云南航空被东航合併后 原云南航空飞行员待遇罩缸 造成人心不稳 而张正平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为出头料被降职 从元老级机长教员被缸为副驾洗 其内心烦满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理论上存在他报复性自杀的因素 而张正平竟然在遗书中痛骂习近平 让外界多少感到有点诡异 时事评论员确评分析 有一种可能是张正平的遗书根本没有提到习近平 而是反习势力利用321空难 参进这个假消息 想将舆论矛头引向习近平 及其制造吴光彩的政治形象 无论东航吴州空难的真相是什么 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体制本身带来的贪腐败坏 管理混乱、人心不古 才导致种种社会乱象 一切和源在于中共 4月2日上海疾控中心一位女领导的电话录音曝光 引发热议 4月3日又有一只上海女市民 与政府部门领导的对话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 据悉4月2日曝光的音频显示 一名男子在电话中询问雷领导 为何她父亲的健康云相显示是阴性 却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通知为阳声 要求隔离 雷领导在电话中爆出令外界惊讶的内幕 网友总结录音大概透露以下消息 第一,医疗资源沽 第二,各部门之间没有任何协调 第三,专业的意见无人听 另外,上海人很难接受此种防疫的强制做法 雷领导还直言 作为专业人士,她早就提出了 轻症无症状的不要把别人转走就在家旁边 有人听过吗? 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无人听 现在全部将这个病变成一个政治性疾病 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 就在做一个防流感 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样防 雷领导还表示 病房很紧张,隔壁点无房间 120无车,这就是事实 据悉,这段近20分钟的录音 在大陆征被全网封杀 并且已有传言在追查通话当事人 4月3日又有一只市民 与上海牟串书记通话录音曝光 让外界听到真实的上海声音 录音表明上海疫情管理非常混乱 10户人家有7户人家核酸呈阳性 确诊病例被务市的住户送饮送食 会导致人员全部变阳性 至今那个片区没有进行过消毒 因为居委没有消毒的能力 书记无奈表示他刚刚用了一个几钟 在同上级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但是没用 书记更直言上海防疫侦册完全就是混乱 现实情况是上海所有的方仓医院 不管是做好还是没做好 所有人已经爆满 串民表示 那现在就是天下大乱 上海就没有黄发 就没有公平 就没有什么警察 书记说政府再没有好的措施出来 真是就要乱了 我日日承受这么大的精神压力 书记表示 他的私人电话都已经被打爆 现在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 实在要命 上海疫情爆发后乱成一团 这都引发民间抱怨连连 日前 一名上海记者责问 直指上海的全域政态管理 是在封城下实施计划经济 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癥结点 香港文章短短一日时间 吸引超过10万人阅读 大陆媒体都一度转载 但是随后有疑随 上海原本是中共官方宣传中 抗疫无犯身 不过上海疫情再次引爆后 3月30日上海市政府表示 坚决执行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 激进的防疫手段 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甚至出现因防疫过渡 延误民众就依而不幸去世的事件 上海记者陈桂冰4月2日 在微信公众号《独角瓊》工作坊中发问 表示上海东方医院一个气喘病人 因为拿不出两次核酸检测报告 而被拒绝就医 事实上是医院的保安隔尽职守 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工作人员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 就是实施常级下达的指令 陈桂冰指出 这个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毫无疑问越大的经济体 分工合作越复杂的社困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越不可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见信 上海无可能封城的重要理由之一 因为城市越大 计划就越不可控 执行难度都越大 至于为什么上海的防疫政策 在一夜之间差强人意 这样突然阻转呢 时事评论员克平认为 这个与上海帮的江派残与西力 搞局有很大关联 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 江的马仔燕音常委韩正 在上海从2002年一直经营到2017年19代 而习近平亲信李强执掌上海才5年 上海官场和基层手握实权的人物 应该是韩正的人马占多数 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 上海此前事行的精准防疫 是不同于习近平清零模式的一种有限度 小范围的共存模式 上海封城就是彻底终结了这种模式 这凸显了习近平在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 并打击对手想利用疫情日趋严峻 而否定其清零模式政绩的意图 上海全域政态管理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因为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上海本身是中共政治高地 疫情处置结果如何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关键的人事布局 法新社报导分析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月30日才刚刚访问中国时 中共重申中俄两国有疑长传 报导引述法国前驻莫斯科大使克尔曼的话说 将中共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想法是空患 对此有专家表示 由于习近平在战前明确表态将重注压在普京身上 若果普京最终实势下台 习近平的连任控租巨大威胁 在习近平将自己与普京捆绑在一起之后 当前中共的所有动作都在确保俄罗斯不会倒虾 普京政权不致崩解 因为保住普京就等同于保住习近平 这都是传统国际架构下中俄顺望此寒的关系 俄罗斯日前开始从基库周边地区持续撤出地面部队 美欧的官员都认为俄国可能正在为长期冲突做准备 而普京已经无路可走 同时 现在国际专家们都已经开始讨论普京下台 甚至流亡海外的可能性 美国克服大学历史学家佛格森教授认为 美国可能希望战争继续 让俄罗斯受到更多军事与制裁 导致其经济损失并被孤立 从而威胁普京的政权 然而他也直言普京下台的可能性不高 不过 据《太阳报》报道 专业情报分析机构清廷的专家透露 如果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对俄制裁强盗 俄罗斯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 届时将严重东摇俄罗斯寡头门的信心 甚至企图发起政变、退反普京 在未来两年内 普京很有可能就会被迫白下台 BBC报道也指出 西方明确表示 如果普京下台并由一个更温和的领导人取代 这样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有些将会被解除 与外面的关系将会恢复正常 接下来很可能发生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 普京下台 俄乌战争牵动了全世界 令乌克兰军队知己知彼 保存实力 并组织了有效抵抗 美军的卫星侦察能力在世界上仇屈一指 美军派驻东欧的侦察机应该排上大用场 无需进入乌克兰 都可以全盘监控战场动态 美军在俄罗斯内部的情报人员应该可以探知俄军的机密 美军的特种部队或以志愿者身份 一直在乌克兰战场的一线担任了侦察、沟通、指导和评估的功能 俄罗斯军队沉冰乌克兰边境两个几月 却始终未能探知乌克兰军队的真正动向 俄罗斯装甲部队大规模突进 迅速抵近乌克兰首都几乎郊区 但没有碰到乌克兰军队的任何主力 直到现在俄军女受打击后 仍然不知道乌克兰军队到底在哪 俄罗斯的卫星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可能被美军干扰 俄罗斯的侦察机或无出动或缺乏侦察能力 俄罗斯军队不单不支柄 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柄 长期造假宣传 欺上门下最终误度了决策者 俄罗斯决策陈低估了乌克兰军队 都低估了美军的支援能力 更高估了自身实力 乌克兰的实战突显了世界军力前三名 在情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俄罗斯和中共军队虽然占据第二、第三位置 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军相比 并不在一个层级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里